大盘又创新低了 我指的是收盘价新低呀 那你看大盘股小盘股 现在是一起向下杀 最糟糕的是什么 最糟糕的就是小盘股跌的多了 你看周五的时候 周五的时候不是小盘股上涨吗 大盘股被撬了一下尾 但是小盘股今天就来一个大反杀 从这儿到这儿 那就证明周五追高小盘股的 统统被套了 而且现在呢 没有止跌的迹象 另外记得吗 我们通过这个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不是周日昨天咱们给大家开的策略会吗 我的策略是什么 我的策略呢 是观点策略有两个 第一个短线如果不涨反跌 15分钟高点形成 要回落 就是说现在 那么现在呢已经出现回落 那另一条呢 还有一个策略 说如果能够加速上涨 大盘有多周期底部结构 加仓干 那么今天下午 这个位置就会出现两个机会 第一个机会 这个位置如果向下一跳 那么就容易形成底部提加零 抄底的机会 那位说这是啥原理啊 你看这儿啊 大盘本轮从3174点 跌下来到周五这天创了一个最低点 2920点 那么2920点的时候 这不是收盘价最低 而现在是收盘价的最低 虽然这只是周五 但是这已经创出了收盘价最低了 那么 常言道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假如这个地方再往下打一下 那会怎么样 再往下要是打一下 那这个位置完全就破位了 就是还在下行区间呢 下行区间的时候 这个位置呢 就是超跌反弹 一触即发 说的是什么原因 指的就是这个 大家看 看 如果今天下午再往下一跳水 稍稍一跳水 到2923点附近 就在那个附近的时候 就在这里 2923附近的时候 今天就出现一个叫 一个低点 那位说这个低点你敢不敢干 我们都抄了好几天了 从上周二的时候 你看这里 大盘就是这个时候 这不是上个周二吗 上个周二 就在这里 我们减仓10% 现在呢 一直是20%仓位呢 那位说 这20%仓位够轻 所以躲过来 这一大堆下跌吗 咱们是在上面 这都是分批下车 到底下这儿 现在呢 等着的两个机会 第一个机会 这个位置 今天下午 如果打到2923点 那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低点 T加零的机会 是拿10%仓位 往里盖 那位说 错了怎么办 错了我们认错呗 因为谁也不是说神 那么这个位置 技术虽然说 在这块呢 有点不太管用了 但是就像这儿 记得吗 2月5号之前 在这里 2635点附近 我们不是连续 两天抄底吗 都对了 那么现在 大盘又到这儿的时候 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2920附近的时候 我们又要干嘛 抄底了 这个抄的底 首先就是T加零 这就是今天下午 第一个机会 那么如果今天下午 打到2923点 就出现了一个信息差 那这个位置 我是不管别人 我们呢 先干了一百分之十 T加零 那另一个机会呢 就大盘在这个位置 不跌了 反而向上干 上上会怎么样 向上就会形成30分钟 级别的一个低点结构 你看30分钟 现在是什么样 只要这个位置往上一涨 那么这块就形成一个 底部低点结构 那位说 这个低点结构 是不是稍稍有点牵强 是 如果今天早盘 要是不下跌的话 或者是说 这个位置能往上一冲的话 这是不错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不就涨起来了吗 是这样啊 因为这个位置当时就已经出现一个底背离 只是说往前一跌 底背离没有了 就是没有低点结构 这就是今天下午第一个 头半小时看什么 就看这个位置能不能来一个上涨 一个上涨的话 这个位置就出现一个底部形态 出现底部形态 我们就要密切光注 另一个60分钟级别 看这里 60分钟级别 如果这里一个快速上涨 就是一根大阳线就差不多了 一根大阳线 那这就形成一个 60分钟底部的一个底部结构 因为现在60分钟已经出现一个 底部的低点断化 不光是60分钟啊 就连90分钟 甚至更大一个级别的120分钟 这可都是一个底部的一个低点呢 是这样吗 对呀 那这个位置只要能上涨的话 底部从这个结构就产生了 所以说今天下午最关键的 就是一点到一点半 这个位置如果能够上涨 哎 我们在这就可以干活了 这个位置该怎么干呢 等到收盘 也就是说这这个30分钟过去 大概是在一点半的时候 那么就能看明白 看明白的时候 在那呢 我们盘东直播的时候 再说一下 这个位置该怎么样就去加仓 加多少 真的出现上涨机会 这个位置呢 虽然说大盘一路狂跌 这不是一路狂跌吗 通过大盘的一路狂跌 那么现在呢 没有止跌不涨的股市啊 所以这个位置出现 就会出现超跌反弹 甚至这个位置出现一个报复性的上涨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得是随时随地准备着分批上车 分批上车的诀窍是什么 原理就这个位置 就要出现一个低一点的结构 从30分钟或者60分钟 甚至更大级别 如果出现一个低点结构的话 我们可以分批上车 30分钟如果出现了 我们不动的话 那不就是一点半吗 然后那个位置60分钟 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动态 60分钟就像这样 这个位置呢 就在它底下的 起码的MACD的DF值 它的轨头往上勾 那样来讲就容易产生 60分钟大级别低点结构 所以30分钟出现之后呢 这个我们就要考验自己的手法了 你比如说我要是出现 30分钟级别的低点呢 我会关注观看观望 但是我会多看手动 一旦60分钟出现 那就不用说了 那我就干 干再干 加仓10% 如果今天下午 这个位置要是先跌 后涨怎么办 那位说怎么是先跌后涨呢 就是这个位置 一下午一开盘 一点钟跳水 打到2923点 那我不就加仓了吗 T加零 10% 然后再上涨 30分钟 就是在一点半左右 会出现一个30分钟级别的 低点结构 底背离 那么那个位置 我会多看手动 别动 观望 就是加完这个T加零的15% 就等着 等着什么呢 这个位置要放量 尤其是有一些东西 都在涨的时候 60分钟级别 MACD的DIF值 DIF值这个位置 回头往上勾的时候 最好能快一点 快一点的话 那个位置 我们就是今天下午 一点半到两点期间 很有可能再加仓10% 我们现在一共仓位是20% 如果加上20% 你看T加零10% 如果再加上一个加仓10% 这不就能达到40% 仓位了吗 因此这个位置呢 才能叫分批上车 就是出现低点结构 才能分批上车 不出现低点结构 如果单门的下跌 不管对与错 打到2923点附近 那么这个系数是多少 0.14啊 如果这个系数不变情况下 打到0.14没问题 如果这个系数变了 盘总我再给大家直播 说这个到底跌到2900 2900多少点 我们进行抄底 好 喜欢股膀的加换处 下午这个位置 我到底能不能T加零 抄上底 或者能不能在1点半之后呢 到0点期间 能不能加上10%的仓位 全取决于能不能到2923 还有这个位置 30分钟能不能出现一个底部结构 到底怎么干的 收盘跟朋友们讲清楚 喜欢股膀的加关注 再摆这个小心心点亮 我们下午收盘见